歡迎收看新一期的鋼彈解說影片,我是Takashi 這次的影片主題將要帶各位來認識UC世界關中由希羅克所開發的一系列機體 而今天將會介紹系列的第一架機體,梅薩拉 如果想看其他UC系列的機體介紹可以點擊右上方資訊卡的播放清單觀看 那我們直接開始主題吧 在介紹機體前,現在簡單認識一下希羅克這名從木星歸來的男人 希羅克全名為帕普提瑪斯希羅克,出生於UC62年 是地球聯邦軍位於木星開採駭山能源的開採運輸船朱比多里斯號艦長 他最為人熟知的稱號便是來自木星的男人以及從木星歸來的男人 在UC87年中,希羅克將在木星開採到的駭山贈送給當時 帕毯斯最高指揮官賈米托夫海曼之後便加入了帕毯斯 也因為希羅克這項舉動讓賈米托夫相當賞視他 也希望將希羅克培育成與巴斯克歐姆一樣的心腹 雖然希羅克在之後的一些行為可以看出他的野心 甚至讓賈米托夫對他的忠誠表示疑慮 但即使這樣,賈米托夫依然將他留在自己麾下 可以從上述的描述中了解到希羅克是一名相當懂得利用人心的野心駕馭天才 甚至擁有人類應該由天才領導才能有未來的思想 從MS開發與駕駛技術上,他也可以被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天才 尤其是MS開發技術 從PMX-000梅薩拉到AGX-11奧伯隆鋼彈的設計與開發都是出自希羅克之手 我們先從希羅克開發的第一架機體梅薩拉開始介紹 機體編號PMX-000,登場於ZETA鋼彈TV版,劇場版三部曲,漫畫作品魔女之夜 本機體是希羅克在朱比多里斯號上開發的第一架新人類專用機 由於能源運輸船在木星與地球兩顆星球往返的航線上除了要避免小型靜待之外 還要隨時注意來犯的極翁殘黨突擊與劫掠 為了避免船艦持續遭到極翁殘黨勢力的攻擊與打劫 希羅克親自執行木星船團的MS開發計畫 梅薩拉為了應對木星的大氣圈與重力環境 機體在背上安裝了兩具強大推力的推進器 好讓機體在木星環境上正常運行 也因為本機體是應對木星環境而設計的 所以梅薩拉在地球的大氣層內飛行時 讓他擁有更高的機動性與敏捷性 武裝方面,梅薩拉的武裝可以說是豐富且致命 並且每箱裝備都是以一雙為單位 裝備了Mega粒子加農砲、飛彈艙、光速軍刀、榴彈發射器、火神砲、手臂與腿部的機械爪 在這些武裝所賜,梅薩拉在近戰於遠程射擊上堪稱致命的存在 除了上述的武裝外,背後的兩具推進器也是梅薩拉的特色之一 若只是單純將背後的兩具推進器的總推力進行測量的話 總推力大約為9萬6千公斤 而這項數值人為了算上機體其他部位的治癒推進組件以及腿部和尾部的推進器 目前梅薩拉缺席的總推力數值仍然未知 但保守估計至少有19萬6千公斤至20萬公斤 在漫畫作品《魔女之夜》中,第一次星級翁戰爭過後 其中一架被稱為無色魔導書的梅薩拉從風衣中再次被啟動 並且作為奧伯龍鋼彈的輔助裝備以及支援機在漫畫中活躍著 主要功能包含機動體、合體之後的超級鋼彈模式以及機頭武裝的裝備 梅薩拉的衍生機體包含梅薩拉迪諾法斯特朱比特形態與迪歐法斯特阿爾法 先從迪諾法斯特朱比特開始介紹,機體編號ABFSRR-01S登場於雜誌圖文連載小說《尼歐菲利亞的暴君之劍》 原型設計由藤田一級老師負責,駕駛人為希羅克 本機體是依據梅薩拉的MA型態作為延伸開發 並且採用非人型MS骨架為主要基礎 在機身上安裝了推力部署MA的大型推進器 在設計理念上是以地球侵略作戰為主要目的 並且同樣也是由希羅克親手操刀設計與開發 機體編號中的ABFS為侵略型野獸型態框架的縮寫 武裝方面,迪諾法斯特朱比特主要裝備了一對Mega粒磁光束發射器、飛彈以及一堆機械爪 接著來到迪諾法斯特阿爾法,機體編號ABFSRR-01M 同樣登場於尼歐菲利亞的暴君之劍 本機體是迪諾法斯特朱比特的量產機種 股價與外型依然延續原型機的樣貌 機體上半部依然搭載大型推進器與Mega粒磁光束發射器 兩架機體少數的差別是 作為量產機的迪諾法斯特阿爾法 取消了原先迪諾法斯特朱比特的機械爪 並更換為了飛彈發射艙 另外,兩架機體的感應器也因為戰鬥定位的關係而有所不同 所以迪諾法斯特阿爾法的感應器性能不如原型機的迪諾法斯特朱比特 也因為沒有安裝機械爪的緣故 所以本機體相當缺乏格鬥競戰的能力 目前已知的生產數量為86架 雖然有正式成功生產出來 但最後依然在和亞納海姆電子公司的尼歐菲利亞研究設施 交戰中被全數擊毀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西羅克機體開發時的第一篇 接下來將會以許介紹其他西羅克開發的機體 如果有任何想討論的內容都可以在留言區分享 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內容,希望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本頻道並開啟小鈴鐺喔 aspect مث了 一旦我一直有幫助 黃哲 地 一旦